現在我們要把自己抓進來怎麼抓 這個時候就沒辦法直接抓了 你就必須要從下面來源的下面這個 有一個加號 有沒有,來源的最下面那裡有一個加號 您找到一個 視訊擷取裝置 因為每一台電腦都有 這個 網路攝影機 好,網路攝影機 所以您從這個地方去點 好,您看一下喔 按一下 正常來講的話 您現在進來之後呢 他會問你說你這個裝置要叫什麼名字 有沒有 要叫什麼名字 你可以給他一個名稱 沒有用預設的也可以 好,就按確定 有沒有,他會幫你抓你的網路攝影機 有沒有發現 鏡頭前面那個燈亮起來了 好,那我因為Notebook這個我覺得不太OK 一般我跟老師建議一下 除非你是Mac的電腦 這時候Mac的價值就出來了 因為錢花比較多 你會發現你的網路攝影機 真的 像我現在這一個就是 內建的 你看有沒有發現 品質沒有很好 對呀 然後呢 光線也比較差 對不對 那我馬上換一個 你看 有沒有馬上價值升等 因為我現在 一、兩、三、有三顆 那 你現在看到這三顆呢 下面這兩台 一台都3000多塊 那買到什麼等級 買到什麼等級喔 其實用到這個就夠了啦 因為這個就已經到Full HD了 你現在比較高 高 等級的這個 這個網路攝影機不多 大概主要就是 邏輯跟 微軟 還有另外有一家 不知道是哪一家 忘記了 大概就這三家 他們的型號也不多 就這幾 這樣 會錄下來的 哈哈哈 沒關係這個 我們下課再講 對對對 這個有比他再更高的 有支援4K 但是因為軟體本身 不支援4K 所以其實也沒有用 就大概到 這樣應該就夠了 所以老師這樣實際比較一下 應該 就發現差很多吧 因為他有廣角 所以有廣角的話 我不用坐那麼 遠 就可以有比較 拍的範圍比較大 那再來加上他有立體聲 好所以整體錄下來的效果會比較好 這樣OK嗎 你如果好了就按確定喔 就按確定就可以了 有沒有人就進來了 對不對 這樣人就進來了 其實我跟老師補充一下 我通常不是很建議老師用 就是內建這個 除了說他剛剛畫質 有可能比較差以外 另外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內建的 你會發現角度是固定的 可是我比較喜歡用這個舌管 或者像這樣講一下 我要調哪個角度都很方便 對對對 這樣就會移動性會比較高 比較不會說 就是您看的時候都是 那個角度 這個是 您可以參考一下 好 那您進來了之後 我們是不是要把後面去掉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場還有另外一個 那個 這個綠幕 那我手上這裡還有三條 所以呢 等一下大家都可以試看看 只是呢 需要 後面有人 人工 幫忙一下 那怎麼具備呢 您在您的影像上面 視訊影像上面 按滑鼠右鍵 按滑鼠右鍵 視訊影像上 那我跟老師說明一下 怎麼樣才有選到自己的視訊 您看一下喔 你看 我現在裡面有三個 三個物件對不對 你現在所選到的那個 會是紅色的 有沒有注意到 現在選到的是紅色的 滑過去別的物件 有沒有變藍色的 選到的那個才是喔 你如果滑過去那個是別人的 就別的物件 所以你在 自己的物件上面 按滑鼠的右鍵 有一個叫做濾鏡 最下面這裡有一個叫濾鏡 倒數第二個 濾鏡 按一下 按了之後呢 因為我們Notebook 畫面比較小 你可能要把這個視窗稍微像我一樣稍微縮小一點點 不然你會看不到那個確定 關閉啊 這個 這個選單喔 你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有發現下面是不是有個叫特效濾鏡 有沒有一個加號 這個做法其實都跟我們 那個威力導演啊 Premiere那個區備一樣 點下去 你會找到一個叫做色度鍵 倒數第四個 倒數第四個 色度鍵 看得到嗎 我稍微把它拉上來一點 我把這個 這樣 色度鍵 特效濾鏡按下去那個加號按下去有一個叫色度鍵 其實這個 英文的話應該叫Chroma Key 其實是一樣的 你挑特定的顏色 好我就按一下色度鍵 你給他一個名稱 給他一個名稱 用預設的也可以 好了 這樣就進來了 那麼 預設他就是綠色的 有沒有發現關鍵顏色類型預設是不是綠色的 好這樣子 那我的背後 剛好就是綠色 他就馬上去背了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兩條線在這裡嗎 那個是迷龍神 所以 有沒有 這樣進來了 他是即時的 你可以把四窗紗拉到旁邊 馬上就可以看 現在只是插在老師後面有沒有木可以去掉而已 好那 但是這裡有需要一些做調整的 什麼調整的 你看 我們會做調整的主要就這三項 前面這三項 相似度 平滑度 跟 建設力出 那調整的順序是由上而下 也就相似性是最重要的 你 太多人會不見 太傻 又去不乾淨 那麼 後面第二個平滑度呢 就是調我們的邊緣 所以我看一下 你們看我現在這個邊緣有沒有點綠綠的 這個邊緣有沒有調綠綠的 得得得這個就是用平滑度去調 好所以平滑度調的就是我們 那個去背物件的邊緣 那 建設一出這個呢 用這樣很難解釋 我直接用這裡 來 你看一下 這個 我拉動這裡 不動了 點到這裡 視訊 濾鏡 拉 現在我就 調整一下 你看這是綠色的 對不對 拉 有沒有 這樣 可是太多人就不見了 太少綠幕是不是又回來了 對不對 所以你就是要自己調整 一個原則盡量不要讓他 有沒有發現有稍微夾夾絲 有沒有 這樣子的話其實是沒有去乾淨的 就是有點要去不去要去不去這樣子 所以 會避免這個情形喔 所以我把這個地方稍微拉動 拉動 那我蠻鼓勵大家就是 你可以把視窗拉開 因為他是即時的 這樣可以馬上對 馬上對 那第二個相似性 就是我剛剛講要調什麼 調他的那個邊緣 你看我邊緣 有沒有 太多還是不見 太少 是不是旁邊回來了 所以你就可以稍微這樣調整一下 再來呢 這個 這個 建設一出 我往左邊 您比較一下 我往右邊 有沒有發現變歐美 往左邊 有沒有變 您先變拆卸 就看你 就是 你要 顏色比較鮮豔的 往左邊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 好了 這樣人就進來了 人就進來了 那進來會有一個 老師需要做調整的 什麼地方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家的左上角 不夠 這裡 是會去掉 所以呢 您如果要做調整 我們剛剛有沒有調這個 八個角 這是調大角 請您搭配這個快速鍵 ALT 這時候會變成裁切 會變成裁切的功能 所以我把 左手邊 Alt按著 一拉 有沒有發現我現在變成 左邊變綠色的 這個時候就變裁切的功能 有沒有 他有裁切的那個邊 他會怎麼樣 用不同顏色表示 這樣你就會看得比較清楚 這樣OK嗎 第二個 老師進去之後 剛剛同學有馬上發現 左右點檔 你有沒有發現 你們看到不會 但是我看到會 我看到了 你們又要看自己的 有沒有發現左右點檔 真的喔 所以下次記得 請同學看這裡 結果你要指這邊 這樣了解喔 當然其實他可以鏡像 他在裡面可以把這個畫面鏡像 你就變成 一模一樣 只是說平常 你在指的時候 要照顏留意一下 如果照預設指 那是電腦邊 好電腦邊 這樣OK嗎 好了 那我們就把這個 我只要 我只要放到桌子後面 是不是圖層順序的問題了 所以我就把我的人 這裡 放到 講台後面 這樣我們就藏在裡面了 那您就看您需要的大小 需要大小 小一點 放到適合的位置 是不是就進來了 所以 這樣子的話 您再做去背 就會變得 他的去背 還有裁切功能 不是只能針對視訊喔 包括您所有的 圖片 影片都可以這樣用 影片可不可以做 綠木去背 可以 也可以 所以老師呢 您如果現在 那個木 沒有在您的後面 沒關係 您看一下 我準備一個 您如果進到我們 剛那個上面 你會發現我上面這裡 有沒有藍綠木的影片 您可以下載 這裡面呢 我就準備了 剛剛包括您看到的煙啊 瀑瀑啦 還有這兩位同學啊 我一直對這兩位同學很抱歉 我每次上課都會跟他們講 對不起 因為你上過一次課之後 就永遠上下去了 如果 您要放這個影片 你就按著它 拉拉拉 一樣 丟進來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了 影片就進來了 所以您要煙啊 要瀑瀑啊 也都一樣 不過您要留意一下 因為呢 在 OBS裡面 影片 預設只播一次 就停了 所以如果你的影片 短短的 你會發現 怎麼突然不見了 那這個時候呢 要麻煩您 就在影片上面 點兩下 兜兜 在影片上面 或按右鍵 屬性都可以 來 您看一下這個地方 有沒有一個叫循環 你必須把它勾起來 你沒有勾起來 它撥完一次就不見了 所以現在呢 把這個 確定 這樣它就一直撥 那 這個是欄目 對不對 一樣的去備方法 在上面按右鍵 濾鏡 好 進來之後 一樣找特效濾鏡下面 加 色度鍵 只不過這次要去的 不是綠色 是什麼顏色 藍色 那 老師沒有一點疑問 為什麼一定要這兩種顏色 因為這兩種顏色 在我們人身上最美 所以這種的是最適合拍人的 藍色跟 綠色 就是螢光打螢光綠 那這個是不是去太多 所以我就必須要把這個 相似定管回拉 有沒有人就回來了 對不對 再來就是你看那個平滑度有沒有需要做調整 然後呢 它的這個 溢色漸出 溢出的部分 就是有沒有需要 鮮艷一點 還是要變黑白一點 這樣是不是就解決了 那萬一像他們拍的時候有一點點藍綠幕沒有弄好的 就要再裁切一下 當然平常我們盡量在拍會盡量減少這種情形 就跑到那個藍幕的邊緣 因為這樣子其實你在去背就很難 所以 這種就要擺在旁邊才不會 那個 啊不然就拿個桌子來擋 你應該知道什麼意思 遮醜一下 對不對 不要曝光嘛 所以 這都一樣的道理 那這樣的話呢 就是 您就比較容易有一個 這樣 適合的場景進來 這樣OK嗎 那您如果不需要了 可以眼睛關掉 他就暫時先消失了 所以我們場景的布置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那 現在呢 我們有一點點時間 就讓老師 稍微 試看看 藍綠幕區別的感覺 好吧 我這邊還有三塊 所以呢 您可以馬上試一下